当地时间5号11时45分许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炼铁厂发生铁水外流事故 当班操作工和维修工共有13人 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 经营人员对5号炉进行了大量喷水降温 并对现场进行了仔细搜索 截至5号晚24时 事故共造成11人死亡 1人受伤 1名人员失踪 经过工作人员近一天的搜救 终于在6号上午10时许 找到了失踪人员的遗体 另一名受伤人员没有生命危险 目前事故调查组聘请的 7名链铁行业的高级专家 正在进行事故原因的分析与排查 一有定论便会却社会公布 上午10時议论便会却切聘成